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即使嗓子疼也能吃的饭 出锅真的嘎嘎香 就连我平时不爱吃面条的 也吃了满满的一大碗 营养又美味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大家好,我是南妹 最近变成小羊人以后 吃东西的时候 嗓子总是难以瞎眼 我们先根据个人的口味准备面条 我今天用的是细圆的面条 再准备几根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碗中 往里面加入几块紫菜 家里面有条件的 加入一小勺虾皮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小勺胡椒粉 一勺香油 喜欢吃辣的 可以再来一点辣椒油 我这个是不辣的辣椒油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加 接下来锅烧热 加适量的油 油热后 打入一颗奔鸡蛋 开大火慢慢煎 把鸡蛋煎至定型 煎好后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开大火烧开 水干以后 把面条下入锅中 开大火煮熟 这样面条吃起来会更加的筋道 俗话说得好 三开的饺子 两开的面 面条想要煮的好吃 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冷水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 不浓汤也不烂 第二次烧开以后 再一次加入清水 把水再次烧开后 面条就煮熟了 这个时候把面条捞出来 装入碗中 把锅里面的汤也盛出来 倒入碗中 再把鸡蛋也加进来 锅中的水不要倒掉 可以烫一点自己喜欢吃的小青菜 把小青菜烫至炖生 就可以了 喜欢吃炸菜的可以加一点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添加 就可以了 这样一碗营养又好吃的清汤面 就做好了 虽然做法很简单 但是真的非常好吃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面 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嗓子也舒服多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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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